確實喔 而且俄乌戰爭爆發之後呢 其實很多人就發現 哇 這個能源問題真的是很頭痛啊 所以你看 包括日本跟韓國 他們都重啟核電了 那台灣呢 這可能還要 公眾社會大家來做討論 不過說到了政策轉彎 除了在這個能源部分 我們來看看日本最近 在利率的政策上面 也是出現了新的變革 過去呢 日本好幾年 都是進入了負利率時代 那麼當初呢 這是有個時空背景的 那個時候呢 希望可以讓這個 通縮可以解除 然後呢 因為這個通膨率實在太低了 可是我們來看看喔 這幾年過去 為何突然選在這個時候 日本央行宣布要結束負利率呢 然後還說未來呢 會慢慢的 讓這個利率區間從負0.1% 升為0%到0.1%的區間 好 但這個消息一出 其實你可以看到喔 日元的匯率反而是走貶的喔 今天3月20號呢 而且還扁破了151元 我們來請教一下 嘉隆老師你怎麼看 日本央行這一次的動作 太過溫和 然後變成叫做不痛不癢 市場幾乎沒感覺 你看他的升息 所謂的升息 連一碼都不到喔 他是百分之負的0.1%到 贈的0.1%的話才0.2% 你知道一碼是多少 一碼是0.25% 他連一碼都不到 那這樣的升息呢 讓市場覺得不痛不癢 你就是要馬上快速有效 所以你現在明白為什麼 美國這一次升息的時候 一碼完了之後兩碼 兩碼完了之後 不是連續四次三碼嗎 大幅度的大動作 表示決心 而且會撞擊市場的預期心理 這樣才會產生政策效果 你如果日本學以前那樣 溫和漸進 溫和漸進 然後每一次都讓市場覺得不痛不癢 這樣的話政策效果不會出來 然後現在市場的反應 大概可以講四點 第一點就是日本央行這一次會動 主要是因為勞資談判 現在大企業要調升工資 平均5.28% 這件事情讓日本央行算是吃了點定心丸 就是說透過工資的增長會拉動成本 也拉動需求 國內的內需推動的通膨會出來了 而不是純粹是輸入型通膨 所以日本央行其實不敢有太大的動作 也是在觀察後面的效果 第二點是美國跟日本的利差還在 所以他沒有緊迫性說 馬上要把流出去的資金回流日本 這第二點 第三點 美國的經濟數據強 所以美國的降息延後 結果非美貨幣最近都相對比較疲軟一點 包括歐元日元台幣人民幣都一樣 就是因為美元比較最近有稍微走強 那所以日本央行對日元的影響力 還不如美國央行 美國聯準會的貨幣政策的影響力 是這樣來 那第三點 第四點就是 對於日本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前景 現在進入互相觀望 就是央行在觀望企業的挑釁如何 可是金融市場再回過頭來看日本央行 發現日本央行這一次是在對金融市場打招呼 說大家注意我要開始了 大家注意就打招呼 發信號 然後不是真的要展開強而有力的 正常化的動作 那之後這樣的話會沒效果 那之後日本央行 還是必須面對現實 你要讓政策起效果 一定要能夠改變撞擊市場的預期 所以一定要讓市場覺得不一樣了 所以隨後估計 如果日本央行發現 溫和調整不是辦法的話 那它應該會轉變 但是這個轉變 金融市場現在認為短期內看不到 所以才會貶值 那因為大家都說 日幣就是因為以前負利率時代 那就把它當成是融資貨幣 借出去然後去海外投資 現在如果開始調升了 資金會回流帶動日股嗎 日元本來兩個角色 一個融資貨幣 一個避險貨幣 就避險資產 理論上它政策有轉折 照正常來說是應該日元要升值 而且過去幾次有豐盛的話 都是大幅度強力升值 然後現在被說成是市場環境有改變 跟以前不一樣的什麼 其實還是會有資金回流的問題 就是回流日本把從日本借出來的錢 這個債務把它還掉 日元債務把它還掉 所以坦白講這樣的貶值 應該把它解釋為 技術上再殺那個看多日元的多頭 殺下去以後再把它重新拉起來 你們不是都認為會升值嗎 就空頭就宰你 宰你 宰你殺 反正在洗籌碼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可能比較大一點 因為無論如何你怎麼解釋 日本央行都是已經開始 賣出正常化的第一步 接下來應該會像美國那樣子 力道越來越強 然後所謂輸入型通膨的情況 緩和 現在會轉成是內需工資 所以央行講了一句話叫做 工資物價的良性循環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透過工資帶動內需 然後由內需來撐起物價 這樣的一個良性循環應該看得到 所以理論上日本央行不排除將來 像美國那樣子 快速升級 強力反應 那時候的話我告訴你 你這個日元的話就會開始 這個升值力道捲土重來 現在的話是升值不行 貶值的力道就出來發威 所以有點看貶 但是這個其實 恐怕也是短期現象而已 是 所以我們看到了 這個匯率的改變 會讓資金回流嗎 這個是未來觀察一下 日本的經濟的一個面向